国庆假期后上班第一天,江苏办了奸大事,穿起苏南多个百强线,堪称入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黄金项链,苏南沿江城级铁路,正式开工。 10月8日上午,中国铁路总公司,联合江苏省委、省政府,在长州市金潭区,召开,加快推进江苏高铁建设进江苏南沿江城级铁路开工等圆会。 这是既金户高铁,顾名成绩后,上海和南京之间的第三条高速铁路,与前两条不同的是,新开工的苏南沿江铁路线路错位。 恰好离武门目前苏南部分地区的高铁控板,澎湃新闻www.thepaper.cn,从江苏省铁路集团获悉,苏南沿江铁路正线,全长278.53公里,设计时速350公里。 苏南沿江铁路从铁路南京南站出发,京剧荣,长州市金潭区和武进区,江叶,张家杠,长熟和泰仓,在泰仓里又正在建设的互通铁路接入上海。 这278公里长度,8座车站,串起的是1.5万亿GDP的长三角最富朋友圈,覆盖了全国县域经济最发达,城乡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多个地区。 澎湾新闻记者注意到,苏南沿江铁路途径江英、张家杠,长熟等都各在全国百强县中海明前10位的县级市,同时还经过江苏两大强区,南京市江明区和长州市武进区,按照2017年地区生产总值计算,不到300公里的苏南沿江铁路,所途径的县级市和区GDP总量高大1,5万亿,几乎占据整个苏南地区的半壁江沙。 据此前公式的苏南沿江铁路环平文件,该项目总工期,预计完42个月,也就是说,预计在2022年,苏南地区将实现高铁全覆盖。 届时,整个苏南地区都将进入上海一小时都市圈,以及南京一小时都市圈,同时,连接近户高铁和户铜铁路等盖线,的苏南连江铁路,将承担起国内高铁盖线的直门,也是江苏高铁不短反,行动的重大突破。 我来说,预计在2022年,苏南连江铁路。